大家都有接触3C的经验 也或多或少都曾经有因为使用3C和爸妈发生过冲突 我们很好奇大家是不是和我们有相同的状况 于是我们对校内的高年级同学及他们的爸妈进行了线上问卷调查 了解发生冲突的原因以及可以改善的方向 结果统计下来 有92%的人有使用3C的习惯 其中有高达60%的人都曾因为使用3C和爸妈发生冲突 而有8成的学生和将近9成的家长都想解决这个问题 透过问卷 我们也试着了解冲突发生的原因 以及大家想要解决问题的方法 原来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已 而是大部分人的困扰 在寒假来临之前 我们拍摄影片播放给全校同学观赏 把大家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状况演演出来 提醒大家不要过度使用3C 让大家哈哈大笑之余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观赏完影片后 我们到各班张贴宣导单 说明过度使用3C的后遗症 以及寒假期间要注意的事项 提醒大家要好好规划寒假生活 好好克制自己使用3C的时间 期末我们办了分享会 除了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 也整理了亚洲大学网路成瘾防治中心的资料 和大家分享 让大家了解网路成瘾不仅仅是耗费了宝贵的时间 更是会影响我们的生理及心理健康 我们还找了一位常常因为使用手机而晚睡的同学 邀请他试着调整自己的寒假作息 希望除了每天控制使用手机时间以外 还能做到运动、阅读以及早睡的目标 这次和大家约定的四个目标 我达成的不是很理想 明明知道手机使用的时间不应该太长 但是我就是忍不住 虽然这次的挑战失败了 不过还是很谢谢大家提出这个方法让我尝试努力 至少阅读和运动的时间增加了 之后我会继续加油 我们的生活真的无法与3C隔绝 但是只想要得到资讯便利的优点 并且排除过度使用的缺点真的好困难 就像廖同学说的明明知道自己使用太久 却还是忍不住超过约定时间 在分享会的最后 有一个同学发表他的想法 他说 不应该只有小孩 大人也要被约束啊 他们用手机用得更凶 有时候我要跟妈妈讲话的时候 他会不理我呢 我在心里默默点了点头 其实不只有小孩要改变 大人也需要 经过这次的挑战 每当我在用电脑的时候 就会比较注意使用时间 几乎都能在半小时以内结束 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收获 要让大家都能够正确 并且健康的使用3C 绝对不是靠这几个活动就能够达成的 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持续一点一滴的影响 状况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们继续加油